改变明月,持戒的功德 以完全的灰衣三宝 来授持八观再戒 特别是用 无上菩提心 但是虽然讲的是无上菩提心 也不离开世间的人天福报的实修 做的都一样,但心态不一样 更不离开所谓解脱道的出离心 而是了解如幻如画的空性的道理 更大慈大悲 大悲无称的 积极勤劳的 如地藏王菩萨 天天下地狱一样 在轮回里面,广度众生 第一边 我,弟子 海涛,众等 愿法无上菩提心 受八观再戒 当愿父母及所有众生 一切愿心在主 归佛 归法 归生 一日一夜 在个人发愿受戒期间 为 进行 幽婆社 如来 至尊等正觉 是我 世尊 拜 业障消除 恢复清静 所有众生 这边 我,弟子 提心众生等 当愿父母 一切众生 同发无上菩提心 受此八观再戒 归佛 归法 归生 一日一夜 或受戒期间 为 进行 幽婆仪 如来 至尊等正觉 是我 世尊 拜 空中有光明戒体 辨造 所有众生 第三遍最重要 得到戒体 经常有菩萨问我 居士 他说 师父 得到戒体有什么感觉 这是我比较痛苦 这什么意思 一定要有感觉 没感觉 好像你没得到戒体 这个只能个人去体悟 你是不是真心的忏悔 真心的相信 真心的要改变 就像一个人 酸痛 很多人认为酸痛 第一个重要去抹 要找医生 不管什么病 老实说 不管什么障碍 第一个要找的是佛菩萨 要找之前先忏悔 因为我们有业 第二个有阴心在主 佛菩萨加持 我们做功的超度他 你觉得 有感受 这个酸痛不见了 那些障碍消除了 那才叫佛法不可思议 那如果你没有老老实实的修行 老老实实的忏悔 怪罪自己 你只是想把对方立为敌人 想要排斥阴心在主 不向他忏悔 欠人家债 你还不跟他忏悔 那你没感应 没感应你就会退转 超度了老半天 师父 我五个堕胎胎儿 我给你名字五年了 去问 我晚上还坐到胎儿来哭 怎么没超度呢 没超度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是佛没有力量 是这些堕胎胎儿 不原谅你 你的起心动念 你的行为 可能你还在协议 可能你对他没惭愧心 你根本就不爱他 你把他杀了 你还想把他赶走 那你这样 你永远 你会觉得很痛苦 所以我经常告诉很多人 不管你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有一点压力 你有一点痛苦 诶 这个就出问题 当然有一点压力那是没办法 但是你自己都很烦恼 有烦恼痛苦 你只会去处理事情了 就代表你离开了 信因果 空性 你还在烦恼的状态 怎么去处理事情 你会把事情搞糟糕了 当一个人 面对痛苦 你自己忏悔 思维空性 和思维悲心 是在那个状态 所以你去处理 那个是符合一个圆满的动机 那可以 如果你只想要 想尽办法去赢过对方 凸显自己的对 那完全只是一个傲慢 没有悲心就没有用 所以我想 基本上 归佛 归法 归身 要百分之一百的 相信 依止 而且了解 佛法身三宝的内容 意义 所以第一遍 各位要有真实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 平常每天最好 不管在任何状态 每天每天 都要发心皈依 真心的皈依 特别叹在菩萨道 至皈依佛 自己全然 也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要安住在 什么叫真正的无上菩提心 所以你要 听闻佛法 深入经典 很多人喜欢 盲东盲西盲东 很深很深 但是 认为我在 做佛教的事情 事实上 这不是用佛法 而是用你的想法 世间法 不但伤害你自己 也伤害了佛教 这是最恐怖的事情 甚至最后的 坚持己见 产生对立 那就麻烦了 所以佛教的壮大 不见得是 光推广佛 有佛法可以推广 因为这个壮大 会产生 跟其他的人 甚至跟其他宗教的 对立 有时候也是麻烦的 如果你 没有把它表现好 所以你越壮大 越要小心 上面人没问题 下面人有问题 也是伤害佛教 所以我认为 我们每个人 都要反省一下 所以 怎么样 要 再直不再量 再直不再量 就像我们师父常讲的 要让一个人出家 是有福报 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去 叫话 敢话他 等于杀死500个人 为什么 因为一个不好的修行者 影响社会 太大了 等于杀死500人 法身会灭 这个是很难 所以以前的祖师大德 不收徒弟 不做祝辞 不盖道场 多么自由自在 但是 站在现在的菩萨道 也不得不 但是就 不断的 按照商保的教解 而不是说 我徒弟多一点 我道场大一点 我觉得很光荣 反而伤害了整国民 所以第二边 大家诚心的 也带着所有众生 我弟子提心众等 当愿父母众生 发菩提心 受此八观摘戒 归佛 归法 归一生 一日一夜 或授戒期间 为尽行有婆仪 如来至真等正觉 世我世尊 拜 得道戒体 光明满身 多练习几次 多在心里心为 真实有得到戒体吗 真实有了解自己的过失 而全然放下忏悔吗 全然的相信商保 全然的放下自己的分别 才有办法全然的得到戒体 既然得到戒体 好好保护戒体 不管碰到任何逆境 我做一个比例好了 我曾经听过一个 想要出家的人 在我们团体里面 后来他碰到一个逆境 他讲了一句话 我在旁边听 我只是不小心听到 我讲 这个人没办法出家 因为 他跟对方吵架 当然是他错了 他讲一句话 如果我今天不是想要出家 我以前的 我早就打死你 我就知道完蛋了 这个人根本没有惭愧心 也根本不想出家 他甚至用这种 好像是以退为禁 甚至在威胁对方 这个很毒啊 对方也没讲话 可是我 我一看到他讲这句话 他再没几天他就走了 因为他造了太大的而已 他已经把用心要把对方杀了 威胁 因为 如果我没 不想出家 我早就 就不能 不能做 以前怎么坏 我们要有大惭愧心 没大惭愧心 怎么修行 那后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了 他必定要离开 那后来我就没见过他了 好像在佛教就笑死了 因为 他用心去杀一个人 伤害一个人 那你有伤害别人的心态 你已经非佛教徒了 各位记住啊 成为一个商保弟子 别人再怎么错啊 都是我们的错 我们要有这种 惭愧心 而不只是威胁对方 排斥对方 杀害对方 迫害对方 所以 如果有这种想法 已经是离开佛法的悲心 离开佛法的悲心 舍弃众生 自以为对 搞不好我们自己错呢 因为不是佛 你怎么知道你百分之百对呢 最可怕的是 想尽办法引导别人 走入一个错误的思想 自己错都没关系 要宣扬错的思想 去打击别人 然后有时候被业力磨 障碍你 这个业力一来 很可怕 魔鬼一来 你连对了都看成错 因为自己起心动念 要魔攻占你的心的时候 你做出来的事情 没办法理由 因为他真正没有一子三宝 我见过很多了 在出家二三十年 我看了 我觉得 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都会发生 明明这个错到底的事情 他都认为是这个对 我原来他被魔 占据了他的心 你没办法跟他讲 我们只能回向给他 也不要去惹火他了 就像一个精神病 他不是 他不是自己主宰自己的 知道吧 精神病 有可能都把自己父母给杀了 他还认为他对 甚至自杀了 他认为这个是解脱 因为他 已经 离开了 真理的阴挡 被魔控制了 那这个魔 当然是内魔 符不符合这种忍辱 忍辱慈悲的清静 那所以你要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你要知道 我们佛教徒做事 不是在追求成功 这是个过程 过程到结果 会不会成功 随顺隐缘 你说佛陀 算成功了吗 他最后是孤单的 寂寞的 走到一个 比较没有人的 森林 荒郊野外 为了度一个 过去结缘的一只 兔子 老兔子 成为现在一个学者 想要度他 看起来很落寞的 但是事实上 他的成功是 留下这个法 这个制度 然后呢 写成文字的经典 这是他留下来的 所以我想 每一个人 最后都会老 孤独的死掉 所以 但是 他重点 他想要传播在这个世界 是什么 就像耶稣基督 最后 为大家牺牲了 钉在十字架 的痛苦 承担了众生苦 后来复活 但是这个过程 让别人觉得 他的伟大 牺牲奉献 感动了 无量无边的人 所以我想 我的意思是说 每个过程 都是 依此三宝的交接 而没有 自己的面子 成功失败可言 这样你心里才会安静 所以 如果你要活在别人的分别 想法里面 你会觉得没面子 别人看不起我 又要别人称赞我 那又跑入世间法 要默默的来默默的走 就像释迦牟尼佛 有一次两边僧团在吵架 那佛陀没办法 这僧团的供业 这意见不一样 佛陀就默默的走到森林里面 孤独的在那边 进凶 那时候赶召了猴子 大象 各位都看了一下 来供养佛陀 到事情三个月过去了 这个僧团 终于谈一谈和谐了 诶 佛陀到哪里去了 大家再来供养佛陀 找佛陀 佛陀再回到僧团 慢慢的给他们带话 这个要随顺姻缘 佛陀并不会说 因为我是老大 你们要怎么办 随顺姻缘 姻缘过了 可以再说法再来 但是 跟我千万不要 归于自己的个性 我硬要怎么样 我要达到怎么样 那你就破坏了 整个的和谐 因为你不懂了 随眼 就回光返照自己 佛陀那时候 更慈悲更清静 以更慈悲更清静 展现